二九號晚間七點多 苗栗縣公館鄉鬧區 這一間經營三十六年的營樓 居然被嫌犯偷走整盤的營室 而這間店的老闆 還是苗栗縣議員曾美露 他表示年約三十歲的男子 戴著眼鏡長相斯文 而且沒有蒙面或戴口罩 先是說要買一萬元左右的金戒指 給媽媽 後來又說要再挑選一組對戒給父母 萬萬沒想到 就在挑選的過程中 對方就整盤端走 就看了戒指以後一手拿戒指一手賺下錢 之後他們的東西就存了 男子牆走近百萬的金市 隨即搭上店外堅硬的白色進口轎車 警方第一時間透過入口監視器 掌握逃逸路線 凌晨成功在台中清水服務區 將四名嫌犯逮捕 而他們逃逸用的車輛 後車車牌還沒有懸掛好 不排除是要透過換車牌 意圖躲避警方追棄 而一行人逃到台中市 張英主賢優先變賣部分的黃金 得手二十多萬元 警方積極釐清犯案動機 和其他金戒指的去向 至少女維经否則的